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中共在周末5月18日星期六的下午 对外宣布是大老虎 目前在任的部长唐仁健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党组书记部长 外界是比较的吃惊 唐仁健的落马 对他本人来说当然是尴尬的和耻辱的 同时对于中共来说 也是创下了一连串尴尬而耻辱的记录 有消息员还告诉我 目前还有一只正部级的大老虎 很有可能被收网被查 是谁呢 我们等会也会来聊一聊 先来看这则消息来的是比较突然 5月18日下午4点钟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就公布消息说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从字面上来看情况就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一方面直接称唐仁健 没有称他是唐仁健同志 已经不以同志相称了 另外一点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严重两个字也是很抢眼球 此外 已经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说明是已经立案了 之所以说这个消息让外界感到比较意外 除了看上去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唐仁健他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三天前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的消息 就是在5月15日 中国的全国乡村人才工作会议在陕西咸阳召开 农业农村部的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出席会议 并讲话 从他在陕西的活动到5月18日 官方宣布他落马 可以看到时间是非常的紧凑 进入第二个内容 唐仁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可能性而落马的 在相关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快速的看一看唐仁健的简历 因为现在有一些猜测 指唐仁健是在地方上出了问题 唐仁健1962年8月份出生重庆人 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 他是考入了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 当时学校叫做四川财经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系 政治经济学专业 毕业后就进入了原农牧渔业部 原农牧渔业部是中国的原农业部的前身 而原农业部是目前的中国的农业农村部的前身 官方的信息就能够看到 唐仁健是在中国的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农业农村系统 工作了近40年 担任农业农村部一把手三年是多一点点 其中的仕途两度下派地方 两度上吊中央 历任原农业部 中裁办及中农办 广西甘肃等在这些地方是任职 公开信息也显示 唐仁健长期从事中国农村政策和理论研究 包括农村的财税 农村金融及农村市场运行等等 多次参与中国国务院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调研和起草 看下来唐仁健是在2013年 跻身中国副部级官员的序列的 当时他担任的职务 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唐仁健担任的比较重要的副部级的岗位 还包括2014年的4月 他是空降广西成为党委常委副主席 2015年明确为常务副主席 唐仁健是在2016年的6月份再进一步 经历在广西两年的担任职务之后 成为正部级的官员 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他担任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部级的岗位 是2017年的春天 唐仁健再一次下到了地方 在甘肃省担任代省长 很快去代转政成为了甘肃的省长 唐仁健在甘肃任职的时间也是不长 接下去到了2020年的12月份 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伴随着这一次落马的消息传出来 这一串的头衔也就标志着是唐仁健最后的能够履职的正部级的岗位了 有比较特别一提的是 在广西任职期间 唐仁健曾经比较短暂的2015年的1月至2016年的6月 与当时的广西的副主席张秀龙共事 张秀龙是在2023年的10月下旬 作为广西的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落马 所以有些消息说是不是唐仁健在广西出了问题 总的来看因为时间太短 与张秀龙其实交集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唐仁健的落马更大的可能性 还是出在他担任中国农业农村部一把手刃上 中国大陆一位媒体人就表示 唐仁健这一次的落马 他距离中共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农业农村部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这位媒体界的人士就分析认为 应该唐仁健是在经济上出了问题 贪腐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之中 粮食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 又已经是上升成为到了粮食安全的问题 而粮食安全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所以唐仁健这一次看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应该就是在粮食的收购 以及补贴上进行敛财 他表示他预计 接下去中国的粮食系统会进行批量的清理 这一位媒体人士还表示 其实唐仁健他的履历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在中央的层面是曾经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任职 等于是说为高层的决策提供智慧支持 特别是在农业问题上脱贫问题上提供意见和建议 在地方上他是曾经担任过政府的一把手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应该是得到中共高层的赏识和信任的 而且他特别透露他了解到的情况 唐仁健在担任农业农村部一把手的时候 曾经尝试去做去争取山西省委书记这个位置 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败给了当时的民政部的一把手唐登杰 唐登杰是在2023年的10月底 被中共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 这位媒体人就表示 其实唐仁健的仕途总体是看好 所以出了这么一招落马了 他是比较的意外 关于唐仁健落马的原因 目前人在澳大利亚的蒋网正 中国时政观察人士 他就告诉我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六成原因是出在唐仁健 在甘肃省担任代省长省长期间 就是2017年的春天到2020年年底 包括与私营企业主有金钱的往来 特别的就包括民营加油站的审批上 唐仁健是获得到了经济利益 另外一点 唐仁健与甘肃艺术团的一位女性 有两性关系 据传在香港是有非婚生育 四成原因出的问题 是在农业农村部担任党组书记部长期间 主要的就包括在粮食储备 乡村振兴人员任命等方面 有经济利益 这是来自江网正先生的说法 接下去的内容 唐仁健的落马 当然是说对于他本人 对于他的家人 对于他信任的人和信任他的人 都是尴尬是痛苦是耻辱 同时考虑到他是一个大老虎 而且中共过往一段时间是捋出问题 所以唐仁健所创下的一系列的记录 也可以说是中共的耻辱 哪一些记录呢 第一个记录是中国大陆媒体所汇总的 比较有意思 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担任过农业部 农牧 渔业部 以及农业农村部 不断的调整 这么一条线走下来 担任过这些部长职务的官员之中 落马的部长 唐仁健是第二位 那么担任过这些部长职务 落马了 第一位是谁呢 是孙政才 当然孙政才 落马的时候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了 第二个记录 从二十届中央委员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中国官方 中共 他公布出来的 唐仁健是首名 落马的二十届中央委员 那没有公布出来的 舆论厂商普遍认为 是已经被查了的 那至少就包括 秦刚 前国务委员 前外交部部长 李尚福 前国务委员 前国防部长 还有一位是 前火箭军的司令员 李玉超 也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李玉超的情况 没有官方没有说 是已经进行纪律审查 监察 调查 但是比较明确的是提到了 他因为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 火箭军召开军人代表大会 是已经决定 罢免李玉超的 全国人大代表 接下去的记录是什么呢 唐仁健是中共二十大后 公布出来的被查的 第六名正省部级官员 此前五人分别是 董云虎 孙志刚 韩勇 李岳峰 唐一军 此外 唐仁健是本届中央政府 2023年年初 履职以来 首名 官方确认 落马的部长 那前面也提及了 因为秦刚 因为李尚福 现在官方 没有对外说 他们已经被立案 没有说 他们正在接受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的 纪律审查 和监察 调查 当然 记录是 被用来打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另外一位 中共中央委员 目前卫健委的部长 马小伟 没有消息 说到底是退休了 还是被查了 根据华尔街电视 所披露的消息 马小伟是在被查 当然具体的进展 细节就不得而知 还有一位 根据前面提到的 那一位媒体界的人士 他特别透露 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意会满 左边的这一位了 2024年2月份 突然被免掉了 中国证监委的 党委书记和主席 职务的这一位 同样也是 中共中央委员 正部级的官员 在他被 吴清所取代之后 其实就有猜测 说他被调查 前面提到的 这一位 中国大陆的媒体人 就表示 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意会满 确实是在 接受调查之中 而且很有可能出问题 主要的原因 就是 意会满 在证监委 有一个好兄弟 好小弟 证监会的 科技监管司 司长叫做 姚钱 2024年的 4月底 是已经被 官宣 正在接受调查 所以接下去来 看一看 会不会在 7月份的 中国二十届 三中全会 之前有一会满的 消息出来 根据这一位 中国大陆媒体人 所披露的情况 那现在 算下来 看起来这么多的 中共中央委员 正部级的官员 都要么官宣了 要么就是传闻中 被查了 看一看 二十届三中全会 会不会有一个 说法出来 来看一看 中国公民 透过走线的方式 进入到美国 偷渡 进入到美国的最新的数据 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其实我在一些群座里 也看到 有些朋友 就是公开的在讨论 说 要不要下决心 以走线的方式 去美国 或者是跳机的方式 去欧洲的哪一些国家 所以这样的变化 尤其是美国大选 迫近 走线人数的变化 还是牵动人心 首先来看一看 中美的一个合作的背景 这两个国家 关于恢复和加强 在打击偷渡上的合作 是已经开始了 消息 就是这一周 由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 但是媒体言之不详 目前也不好太确定的 就是具体在什么时间节点 这两边坐下来谈 说要采取一些措施 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有一个猜测说有可能是2023年的11月前后 因为就是在11月份 2023年 拜登是见了习近平在美国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另外一个时间点 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有一些国际组织监测到 在2024年的3月底 3月30 有一架飞机 是巨星载着比较少的遣返者 降落在中国东北的城市 沈阳 所以可能就是 3月之前 两个国家坐下来谈 要恢复 要加强对偷渡的打击 把这两个时间坐标串起来看 在3月份 2024年3月份之前 2024年某一个时间 两个国家启动 关于打击偷渡的合作 恢复合作 是很大的可能 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在美国那一边 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 4月份还曾抱怨说 北京在遏制中国移民外流方面 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而北京就反驳说 中国反对并坚决打击 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活动 最新的一个声明 是来自5月13日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 发出了一个发言人 大记者问 其中就特别提到 中国执法部门正与相关国家 开展合作 联合来打击跨境的偷渡活动 遣返偷渡人员 还特别强调了这么一句 中方对于美方 就非法移民 遣返问题 开展合作 持开放态度 那这句话 其实用的是很讲究 结合中美双方的口出笔伐 你来我网 再来看数据 就会有一些的针对性 这一张图 它显示的就是美国的官方部门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的数据 可以看到在2023年12月份 走线 不管是南线还是北线 进入到美国的中国公民的数量 是创了这么多年以来的最高值 12月份 单个月就是超过了8000多人 那接着从12月份到1月 2月 3月 显示数据是在下降 当时 不少媒体有报道 我也看到了这个数据 它是在下降 还在纳闷 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 比较大的明显的变化呢 现在来看 不排除 确实是中国 美国 两边在发力 在合作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比较奇怪的 从2024年的3月份开始 现在显示的是3月到4月 又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 往上走的态势 这张图片您看得很清楚 它显示的是从南线 以走线的方式 偷渡进入到美国的 中国公民的数量变化 也是2023年12月份 达到近年来的极值最高值 从2024年的3月份开始 到4月份 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 上翘人数又在增加 这是在南线 当然了 在美国北边的情况 有一些不同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在北线 透过走线的方式 偷渡进入到美国的 中国公民的数量的变化 在2024年 今年的2月份 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值 然后目前仍然是在减少之中 当然因为北线 走线的中国公民的数量 是南线的大概四分之一 所以还是南线的数据 就决定了中国公民走线 进入到美国整体 态势的格局曲线图 讲到非法移民 包括走线进入到美国的移民 其实看点聊点是很多 对于追求自由的人 对于希望改善经济状况的人 他当然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说我就要出去 但是对于一些合法移民来说 总是觉得心有不甘 因为自己花了几年 十几年的时间 才站稳脚跟 如果说非法移民 比较容易的获得身份 那他们觉得内心是有一些失衡 就是走合法途径的人 会觉得有一些失衡 这个都是客观的情况 当然从政治层面来解读 因为美国大选破镜了 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 拜登是在调整 是在一定程度上收紧 涉及到非法移民的政策 主要也是因应来自美国的民间 包括来自美国的共和党的一些很大的压力 所以关于移民议题 显然也是今年大选的一个核心焦点之一 移民的问题 除了说移民的当事人 非法移民的当事人之外 那还涉及到一出国 比如说中国 一入国美国 还有中间这么一些国家 中美洲南美洲一些国家的政策态度等等 在这个中间 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中国说对于与美国展开合作 去做非法移民的管控 他持开放态度 这里面简单的理解 就是你拜登政府要谈 涉及到中国的非法移民 那北京中共 他是愿意来做一些配合和协调 因为不少人在过程之中 他丢失了身份的证件 或者说有意的撕毁了 扔掉了身份的证件 那么这些人呢 要把他所谓的遣返回中国 他是需要中国官方的一些配合的 那中国就愿意谈 这么一谈 因为离大选是已经越来越迫近了 所以中共啊 老共在这个中间 借着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 其实某种程度上呢 就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在这个议题上 直接去和拜登政府 有一个沟通 或者是讨价还价的空间 当然也有人用这个词 喜欢用这个词 勾兑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虽然不管是拜登继续做总统 还是川普卷土重来 对中共的强硬 那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因为川普 他不按常理出牌 不确定性更强 中共可能难以应对 所以现在包括理论界人士 一般的看法还是中共 如果说实在要选 还是选拜登来做美国总统 对中共来说 可能会相对有利一点 在这样的政治的博弈之中 最后受影响受损害的人 那当然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普通的 想透过走线方式 进入到美国的这一些人了 可能还是那句老话吧 凡事要趁早 因为追求自由 追求经济状况的改变 确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人权 如果说某一些人下了决心 这样去走 谈不上支持 但至少说还是有一份理解 也有一份祝福吧 那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宝贵的时间 特别的还是有请朋友们 多评论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5月17日星期五 可以说是明浮其实的中国楼市日 中国官方为了解决房地产危机 出台了一连串的政策 相关的消息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 用中国媒体的话来说 有前所未有的利好消息 但不得不提 此前媒体多有报道的 有中国的国家层面 比如说央行拿钱出面 来收购所谷所谷的热尾楼 闲置楼的消息没有落地 何立峰关于这个话题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出来 我也得到了中国银行界人士所转发的一则消息 就是在官方报道的消息之外 何立峰还说了一番狠话 针对的是房地产企业的高管 首先来看一组数据 数据念起来是有些乏味 但是还是很能说明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危机在加剧 微楼高白尺放在这里是比较的恰当 屏幕上 2024年4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在5月17日的上午 在官网上发布了出来 先来看一看70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 环比的情况 环比2024年的3月份 跌幅是创近两年来的新高 主要数据如下 4月份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 降幅是比上个月扩大0.5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7个百分点 1.3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上海的新建商品住宅 它的销售价格环比是上涨了0.3个百分点 唯有上海 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降幅均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这个说的是新房 接着看环比情况的二手房的消息 四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1.1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4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1.6个百分点 0.8个百分点 1.4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是均下降了0.9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0.4个百分点 还有西方的知名通讯社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 就是中国四月份主要的城市 四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是0.6个百分点 降幅大于三月份的0.3% 价格下跌速度是从2014年11月份以来最快的 再看看同比 同比去年四月份 那今年四月份一线城市 它的新房子的销售价格 同比去年四月份下降了2.5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1.0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同比去年四月下降0.5个百分点 6.9个百分点和6.7个百分点 上海是上涨了4.2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是分别下降2.9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9个和0.8个百分点 同样是在同比的数据之中 再看二手住宅 四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楼同比是下降了8.5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8.0个百分点 7.5个10.2个8.5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二手楼的价格同比去年四月份是分别下降6.5个百分点 6.8个百分点和6.6个百分点降幅都比上个月扩大0.9个百分点 也有西方的通信社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计算 就是整个中国呀 四月份它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3.1个百分点 是同比去年 那么是创下了2015年7月份以来的最大降幅 信息很多 如果说实在要抽出几条重要的第一点 就是在一线城市中 北上广深上海的新房的市场看上去是稳住了 但是在一线城市啊 二手房的情况 跌是未见底 这中间最突出的广州的情况很糟糕 有必要提到的就是这个都是最后的成交价 那挂牌价 它所体现出来的价格往下下挫的情况 就比现在看到的这些比例要吓人很多了 我有在广州和北京的朋友挂牌价 中介给他们建议啊 就是你要往下挂 要调低价格 都是以百万爱记的 第二个要点 就是根据中国官方所发布的数据 70层 楼房的价格是在下跌 非但呢 下跌没有止住 下跌的态势还在加快 在加深 房价下跌的城市数量也是维持在历史的高位 这也显示中国的房地产的危机是在加剧 此外还有几个态势 快速的分享一下 中国商品房 它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在持续的萎缩 此外 在中国商品房的供应端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是在持续下跌 还有一个态势 就是中国的商品房代售面积仍然是在上升之中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中国官方其实过往已经做了一些调整 就5月17日而言 有中国大陆媒体就提到了 有前所未有的利好消息出来是什么呢 具体来讲 就是这一天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 就是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的比例政策 那就提到 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的比例 是调整为不低于15% 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的比例 调整为不低于25% 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 用一些专业分析人士的看法 就是房贷首付比例历史性的做了下调 已经可以说是中国按揭史上最宽松的政策 也是最近几年各类购房政策中最为宽松的政策 当然比如说像首套房商贷首付最低15% 这个能在多大程度上去让人们 特别是年轻人去买房 现在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人 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 等着房价再继续下跌 而不是说你首付多还是少的问题 所以这个前所未有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确实是成疑 5月17日消息面还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呢 这就要提到 其实此前盛传了一段时间 5月16日中国的财经媒体 也是加大密度进行报道的 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很有可能出面 来收购烂尾楼 来收购闲置楼 把他们打造成为连租房 但是到了5月17日 这个消息啊 应该说没有落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划分两头 第一点是5月17日下午4点钟 在中国国务院所举行的一次吹风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就表示 将设立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 支持地方国有企业 以合理价格收购 以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的保障性住房 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这个与中国中央层面 来收购烂尾楼 闲置楼啊 似乎是比较匹配的 但是金额对不上是3000亿元 那要把闲置楼给他所谓去库存 需要多少钱呢 黄岐帆曾经提到一个数字 5万亿元人民币 那么也有专门的研讨啊 就提到这个数据啊 中国国内的纯住宅库存的收购总额 需要是9万亿至30万亿元人民币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规模 那显然与前面提到的3000亿元的 这个政策不是一回事 另外一边就要提到5月17日的上午 中国是召开了一次 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是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现在根据中国官方所披露的信息 何立峰是指出啊 相关地方政府应从实际出发 酌情以收回收购等方式妥善处置 以出让的闲置存量住宅用地 以帮助资金困难防起解困 商品房库存较多城市 他表示那政府可以需订购 酌情以合理价格收购部分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 然后扎实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重中村改造和平级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这三大工程 同时呢还要继续做好 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防范处置 何立峰还特别就要求啊 强调要压实地方政府 房地产企业 金融机构各方责任 加强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 再贷款政策等作用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总的来看 这是中共高层首次提出 鼓励地方政府要出厂 要动起来 从开发商手里 买房买地 也就是所谓的收储 为房企走出困境 看上去是有一条新的路径 但是是鼓励地方政府出手 有中国大陆的媒体也提及 和之前的白名单 和最近推出的 已旧换星模式相比 之前就是更加关注项目 而到了收储这样的阶段 它的力度规模都更大 可以理解成为是 系统性的去做烂尾风险的处置 现在似乎的卡点 就是说地方上钱从哪里来 去收购烂尾房 收购闲置楼等等 我是请教了一家商业银行 在广州的一个支行的负责人 他就表示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 如果说没有央行的贷款的支持 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3000亿元贷款 保障性住房贷款 到了地方上 现在土地财政 这碗饭已经是吃不下去 难以维系了 同时地方债 以及地方隐性债 又有非常严格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让地方上去解决 收购的问题 似乎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国有企业 最好是有房地产经验的企业 来出头 来出面 和银行 来取得贷款 然后去收购烂尾楼 先知楼 最后打造成保障性住房 连住房等等 要么就是租 要么就是卖掉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 毫无疑问 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位银行界人士的说法 我又比对了 5月17日下午 中国国务院的吹风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 所说的 就是去借助 中国人民银行的保障性住房 再贷款3000亿元 他们的做法和思路 因为现在在八个城市 已经进行了试点 这位负责人也是提及 在具体到一个城市中 是由城市政府 选定地方的国有企业 作为收购 二手楼闲置楼的主体 但必须是 已经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然后该国有企业 及所属集团 不得涉及地方政府的 隐性债务 不得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同时应具备 银行受信要求和受信空间 收购后迅速配售或租赁 所以这样比对下来 这个思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考验的还是某一个地方 有没有比较有实力的国有企业 同时也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协调能力强不强 调动资源的能力强不强 等方面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 地方上的官员 那肯定是老大的不满意的 因为地方上要管的事情很多 除了恐怕国防和外交之外 地方上的事情和中央政府的事情都差不多 地方上当然也会说 吃土地财政不应该不对 吃得太猛 吃相太难看等等 但是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1994年的分税制 税制一改 那地方政府也没有选择 只能在土地上去做功课 显然收储的关键 又收土地 又收烂尾楼 闲置楼的关键 就是真金白银 现在地方上 中国地方恐怕确实也是捉襟见重 接着再讲回和立峰 5月17日上午在中国 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有中国大陆银行界的人士 也是发来了一则短消息 就介绍是他们公司内部的工作群上 他的同事所做的分享 这个内容是中国的央媒信息中所没有的 所以这个真还是伟 我也在求证之中 在这里姑且就是先念一念 只能说是比较符合当下的语境 也比较符合 何立峰所谓的习近平手下的新经济沙皇 这样的一个称谓 快速的就来分享一下 何立峰就副总理指出 要充分认识房地产的人民性和政治性 所谓人民性就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所谓政治性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他还提到 绝不能容忍房地产企业不缴纳项目资本金 拿购房人的预付款去买地 搞空手套白狼 也绝不能容忍房地产企业高成本 高负债高杠杆去投资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 搞盲目扩张 同时他还提出 要坚决追回房地产企业挪用的项目资金 如不能完全追回 要坚决追回房地产企业高管和员工 以往的高额分红和奖金 何立峰还要求 要坚决落实党中央保交房政策的要求 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 这则帖子还特别提及 何立峰副总理还不点名 批评了他前不久调研的某中部城市 根据他的公开的信息 4月份他是去了郑州和重庆 所以这里不点名的批评的应该是郑州 同时再讲到何立峰所提到的 要对房地产企业的高管要算历史旧账 这一点也做一个补充 就是我了解到的 恒大的高管 不要说最顶级的 现在年薪200万300万400万这个层级的高管 都已经被限制出境 被边控了 以上就是5月17日 在政策层面 相关的最新的消息 它凸显的就是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是非常的严重 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我也是联系到了在香港上市的一家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高管 这位财务高管呢 大概的说了一番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白名单 应待近待 就是让房地产企业有钱来保交楼 还是以救换星 再包括眼下提的很热的 就是由政府 不管是地方政府 还是中央政府 来出钱 或者是来主导 去收购二手房 闲置房 他就表示 背后的逻辑 不是说中国的政府 或者是官方要去救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也不是说去救房地产商 他在这个行业他觉得也不是 他认为主要是中国的官方要去救银行 因为房地产企业欠了银行很多贷款还不上 银行也会跟着爆雷 跟着完蛋的 最后是两个联想或者是一定的两个问题 我也像前面提到的银行界的人士 以及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人士进行了请教 他们表示没有明确的答案 说不出来 等于是婉拒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地方政府去主导收购二手楼闲置房 虽然会有一个条条框框 硬性的要求 比如说超过70平方米一套 我们就不能够收购 因为未来是要做连租房的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条条框框 似乎还是有一些空间在这里 也许会被官员和开发商之间 就利用起来 有贪腐的空间在里面 第二点 如果说中国政府 最后大规模的去收购 烂尾楼 闲置楼 那它很有可能导致的一个作用 有点像法拍房效应 如果说法拍房 五折六折七折 投入市场 显然它会拉低周边地方的房价 甚至整个城市的房价 要看规模 如果说大规模的收购 经过整修一番之后 用作连租房或者是保障房 保障房不能够用来交易 但是它有些地方是可以销售的 销售价格理论上就会要低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普通的商品住宅 它的价格应该会继续往下走 有学者其实也是提到过这样的观点 就是保障房多 商品房的价格会有下降 短期内可能是让危机更加严重 让危机中的人感到痛苦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如果说政府确实加大力度 建很多的保障房 像新加坡一样 像香港一样 长远来看 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好事 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并来如山倒并去 如抽丝 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包括房价这么高 泡沫这么多 中间的原因 除了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之外 包括政府方面的因素 开发商方面 此外还有一些有钱人进行投资 投机 当然普通的民众 有些发展商把房价调低 已经买了房子的业主 还不同意去上街去游行等等 所以也是与普通人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政府 它缺少监管 不少官员和开发商是里外勾结 导致这样的恶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特别的还是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月哥 来看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5月16日的会谈 现在根据中国官方媒体 所披露的信息来看 中俄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是见顶 这个顶没有突破 过去所提到的没有上限 没有禁区的说法是没有出现 不知道欧洲的一些国家 会不会说缓一口气 另外一点 根据两个国家这次达成的 最新的联合声明 中俄双方领导人 对于美国有措辞强硬的表达 现在来看中国的战略 就是有额 稳欧 制美 但是这个框架能不能够达成 我是问了中国大陆 一位体制内的学者 他的回复很简单 很明确 先来看一看 两个人大致的见面的过程 5月16日的上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就同普京举行会谈 首先那是小范围的会谈 接着就变成了大范围的会谈 在会谈之后 两国元首是共同签署 并发表了中国和俄罗斯联邦 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然后又共同建政签署了多边合作文件 那样是在会谈后 两个人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在会谈之前 中国方面是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 是给足了普京一个面子 当然双方也是各取所需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在5月16日上午比较密集的会谈之后 5月16日的晚间 普京的说法 他是计划与习近平举行非正式的会谈 讨论外交政策的议程 他的说法 他已经和习近平主席商定了 将在今晚的非正式会议上 详细的讨论整个外交政策议程 他还补充介绍 他会向习近平介绍乌克兰危机的相关情况 那普京对中国同事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倡议 表示感谢 所以内容是比较的多 第二个看点 可以说就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是见顶 没有突破这个顶 主要的一个依据 就是根据两个国家签订的联合声明 其中第一条就强调 双方将继续秉持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 不断深化政治互信 等等 这个话 中国的体制内的学者 关注中国命运前途的学者 是非常看重的 当然欧洲的国家 想必也是在密切的关注 因为此前 王毅 他是提过 中俄关系没有上线 时间大概是在2021年 到了2022年的2月初 也就是在俄罗斯 突然入侵乌克兰之前 其实当时是冬奥会 普京也去了 然后中俄又签了一个联合声明 就是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2022年2月初 当时的声明中也是强调 两国友好 没有止境 合作 没有禁区 当然也提到 加强战略协作 不针对第三国 但是这个表述 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尤其是引发了欧洲国家的不满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 想必中国方面 承受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随后对这样的表述 是进行了修正 很突出的一点 就是到了2023年的3月20日至22日 习近平是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两个国家又签了一份联合声明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其中就提到 这两个国家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 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 具有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没有上限 没有禁区 这样的表述就不存在了 其实中国的学者是看到了这个变化 某种程度上是与俄罗斯的距离稍微远了点 这个顶那一直到5月16日的声明 基本上是同样的表述 当然在具体的合作上 那双方是极大的拓展 俄罗斯这边新一届的政府中十位副总理是六位都随着普京来到了中国 普京已经是第23次访问中国了 而且随行的政治界啊 企业界的阵容非常的庞大 各个领域都在进行对接 所以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又刺激到欧洲 第三个看点 在5月16日达成的联合声明中 有对美国非常可以说是措辞强硬的表述 很突出一点 区别于2022年冬奥会之前的联合声明 以及2023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所达成的联合声明 5月16日的联合声明中就特别提及 美国借口同期盟友开展明显针对中俄的联合演习 着手采取行动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岛系统 双方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 双方对上述极端破坏地区稳定 对中俄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的举措 表示最强烈谴责 并将加强协调配合 应对美国对中俄非建设性敌对的 所谓双遏制政策 这个表述在此前的联合声明中是没有看到的 此外联合声明中还有一些要点 快速的就分享一下 俄中两国将增加本币的结算 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 两个国家将深化军事领域的合作 扩大联合军演以及训练的规模 两个国家谴责没收外国资产和财产的举措 并强调有权采取报复措施 俄罗斯对中国愿意在以政治外交手段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表示欢迎 然后还有内容就提到 必须停止助长在乌战事延长和冲突升级的做法 以及俄中双方约定继续在能源领域 加强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等等 所以透过这样的会议的议程 联合声明的内容能够看到 其实也是越来越明确的能够看到 北京中共这一方面的策略就是 有额 友好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稳欧 稳住欧洲 尤其是说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 中国是愿意发挥更多的作用 包括习近平这一次 见普京之前是去了欧洲 也能够看出这样的一些用心 最后一个战略就是制美制衡美国 措辞这样的强硬 其实呢是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的 我第一时间也是联系了中国多位 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中俄学者 当然现在得到的回复很少 只有一位学者就是表示 他已经是被禁言了 所以关于中俄关系不能够说太多 但是他提到中共的策略 有额 稳欧和制美 他认为是很难 推进下去 主要的原因还是俄罗斯和普京 是不值得信任的 如果说和俄罗斯的关系 走得那么密切 就算没有突破这个所谓的顶 但是也很难让欧洲国家对中国会产生真实的信任感 更谈不上这种合作的满足感 满意感了 接下去做一个节目的反馈 在本周稍早的时候 我在节目中也是专门提到了澳大利亚一档知名的深度栏目 四角方圆是独家披露了您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位英文名叫做Eric 埃里克他的经历 埃里克在进入到澳大利亚之前是长时间的 2008年到2003年初 担任中国的卧底和特工 他具体的岗位或者说单位 是中国的公安部下面的政治安全保卫局 简称一局 在澳大利亚的这一档节目之中 埃里克就透过媒体向公众披露了 中国是如何收集那些被视为中国的国家敌人者的情报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 中国为了让这些人回国接受起诉而采取的策略 是有一些细节的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搜节目来看一看 不过这一档节目四角方圆也是提到了 澳大利亚的安全情报组织拒绝对此事进行制评 那我在做完相关的介绍之后 有朋友不少朋友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这个是不是2019年的王立强事件的翻版呢 王立强的故事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他2019年去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也是透过媒体的专访 当时是澳大利亚第九频道的节目 60分钟也是响当当的一档节目 就披露了他的一个特工生涯 而且这个特工组织相关的活动 是涉及到了台湾香港以及澳大利亚 但是几年下来 到了2023年的年初 澳大利亚法庭是裁定王立强犯下了严重的欺诈罪 他的政治庇护签证申请也被拒绝 所以这个事从60分钟错起 当然我们这些媒体自媒体也是做了不少的报道 确实也是做错了 当时我也专门做节目 向各位朋友们道歉 所以当有这一次不少人说 是不是又是王立强事件翻版要小心 我也是做了一些求证 当然因为信息源是有限 所以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目前不清楚 但是还是觉得有必要 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朋友们做一些分享 有知情人 因为事情比较的敏感 所以他不愿意对外披露他的真名实姓 就说了大概这么几点吧 第一点 这一位Eric 确实是来自体制内 确实是一位特工 就像四角方圆节目中所提到的那样 第二点 这个事情 目前澳大利亚的官方 包括情报部门是比较重视的 而且不只是澳大利亚的官方 知情人透露 现在美国的相关部门也在进行联动 第三点 是海外的很多华人朋友 很关心的 我个人也是很关注这一点 就是四角方圆 援引埃里克的说法 在澳大利亚 是有中国的秘密特工在活动的 而且这些人不是在单打独斗 他们是得到了支持 有一些可以依赖的网络系统的 具体来说呢 就是有一些澳大利亚当地的 支持他们的组织和企业所组成的网络 知情者就表示 他了解的情况是存在这样的网络的 包括中国使领馆的一些官员 工作人员 然后澳大利亚的一些华人 华裔的移民律师 移民代理等等 再加上中国相关地方的公安部门 国安部门是这个网络 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 知情人还介绍 这些澳大利亚的华人 或者是华裔的移民律师 移民代理 他在配合中国使领馆相关的业务的时候 当然未必完全是谍报工作 这个需要官方来进行界定 在配合他们的业务时候 作为一个回馈 回报 那么中国相关企业如果以后啊 在澳大利亚涉及到诉讼 要打官司 那么一般来说 他官司会交给这些华人 华裔的移民律师 或者是与他们有关联的律师 律师事务所 知情人还提及天网行动 或者是天网计划 最早的时候 2014年 中国官方是推出了一个全球追逃的猎狐行动 后面猎狐行动是归属于天网行动 那么天网行动目前在澳大利亚是存在的 是活跃的 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 向朋友们做一个汇报和分享 当然具体结果怎么样 还是以澳大利亚的官方的调查 甚至是相关的西方国家的调查来为准 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以王立强的事情 从开始到最后的一个尘埃落定 都是差不多三年多四年的时间 接下去咱们做一个扩展 就是不少朋友啊 我看到很多报道也是提起 在各个国家 尤其是大国家 其实的谍报工作 情资工作都不会少 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个恐怕是一个事实 但是现在西方的媒体 政客 包括普通大众 对于中国的谍报工作 之所以这么密集的关注 原因很多 但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恐怕就是动作搞得太大了 边界搞得太模糊了 要借用一个词 就是所谓的法外遣返 中国的官方 不和中国共鸣所在的这些西方国家 政府或者是相关的部门 打招呼 没有签协议 直接就把中国公民 从这些西方国家带回去 这个违反了西方国家的法律 而且很明显 也会让西方政府脸上挂不住 没有面子 这中间最突出的 更为严重的 就是说所谓的政治犯 或者是持不同政见者 理论上中国是不能够把他们从西方国家 就滴溜着带回中国 前返回中国的 即便是说签了引渡条约 比如说中国和法国是签了引渡条约 但是里面白纸黑字明确的规定 如果说被请求方 法国方面或者是法国的相关机构 认为引渡请求 所针对的犯罪是政治犯罪的 那是应当拒绝引渡 林华展现在不管是根据 能够看到的一些资料 他是被上海的官方警方认为 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这个毫无疑问 是典型的政治犯罪 另外从林华展相关的视频 能够看到 他在他的一个住处 以及在上海的一处相对偏远地方的公共厕所 这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他是有相关的手写一些标语 反对中国共产党 反对习近平 包括在他的住处 还贴了习近平的头像 在进行突兀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被界定为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那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这样的人 结果中国驻法国的总领馆的官员 和当地的一些所谓的侨领 仍然就是把林华展进行所谓的遣返 在比如说澳大利亚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是没有引渡条约的 根据四角方圆所提到的一个数据 在2014年到2023年期间 至少有16人是被中国的相关部门 从澳大利亚法外遣返回到中国 其中有四起是发生在2023年 最新的例子是在英国 英国伦敦都会警察是宣布起诉三名男子 什么罪行呢 是根据英国的2023年国安法 认为他们三个人是犯了 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与境外干预罪 伦敦都会警察是称 案件涉及的情报机关来自香港 根据媒体所披露的消息 这三个人涉嫌是在英国监视 被香港政府悬红通缉 涉嫌违反香港版国安法的罗冠聪 揽炒团队发起人刘祖迪等等 被英国警方起诉的三人中间 有一位叫做袁松彪 他是香港驻当地的经贸办行政经理 原来外界是在猜测 他有所谓的外交豁免权 但是现在整个流程看下来 他没有被视为外交人员 所以他就没有外交豁免权了 讲到所谓的外交豁免权 中国使领馆的一些官员 在海外干一些事情 那他们所谓的旅行职务 那么旅行职务理论上 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 最后如果说出了事情 拍拍屁股 他们回到中国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一些海外的华人 包括所谓的侨领吧 是比较忙活着 和中国使领馆来进行沟通与合作 如果说涉及到的这个人物啊 对象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 或者是所谓的涉嫌政治犯罪的人 那其实这些侨领就要非常的小心了 他们自己可能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而且更为恶劣的 就是普普通通在海外 老老实实 正正经经去过日子 去工作的普通的中国人 可能还是持有中国护照的这些人 包括已经换了护照的这些华人 其实呢 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影响 甚至是牵连 这是普通的华人 很不乐于看到的 所以这些侨领啊 真的是还是低调一点 那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宝贵的时间 特别的还是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